唐朝末年,朝廷腐败,反抗之声叠起,各路江湖门派纷纷揭杆而起。 凤天县X、S二位捕快奉命探查,X捕快却与江湖中人小妹暗生情绪, 而清新小妹的门派内应X捕快心怀怨恨, 面对逃亡路上的重重埋伏,意外邂逅与青梅竹马, 小妹又该将自己出赴给谁。 老爸,怎么会是太难了? 你这话我可就不爱听了,论坐驾, 咱这是极力兴锐中国兴旗舰家教论动力, 2.0T,190匹马力, 岂是你等150匹之辈能够匹集的, 论保护能力,小妹还是得跟我。 你们俩说的都挺有道理, 告诉你们必须要接受我的考验, 我都放心把我交给你们。 S捕快,看来你今天高低得给我腾个地方了。 第一关竹林追踪, 将两车视线蒙住, 两位组织人需要在前期路线上躲避涂装障碍, 率先到达终点的获胜, 即可赢得小妹信物。 你好,吉利, 你说, 打开540度全景透视影像, 好的, 出发。 我这个没有前面的影像, 这关我没放过呀, 我看不见前面呀。 这桶摆得还挺密, 但是完全难不到我呀。 哇, 这样蒙真不能看得见啊? 哎, 有了, 这关我只能倒着过。 哇, 我蹭了一下。 哇, 这个倒着肯定是没有正着快呀。 哇, 刚才真的是很精彩啊。 你觉得咋样? 我觉得不怎么样。 因为我这个车只能看到倒数影像, 一定是没有你快的。 我这个星瑞, 你别看, 锅里都给蒙上了, 但是啊, 又有一个540度全景透视影像。 周遭环境一览无愉悦。 X普快, 恭喜你获得一枚C字令。 谢谢, 咱这星瑞还是好。 第二关, 击骨争鸣。 在特定的路线内摆放骨镇, 两位主持人分别需要在经过骨镇时, 通过水锈骨锤鸡骨, 全部击中且用时短的互胜, 即可赢得小妹信物。 上一轮啊, 咱们靠科技取胜, 这把看来要比比真功夫了。 但是论运动和操控性啊, 咱星瑞还真不怕它。 看着提速多快。 第一个。 这把我可不能输了。 来吧, 来到这第一个。 第二个。 这什么情况? 还好形容有主动刹车。 OK, 完美。 那么现在我们再往前。 往前面有一个正。 鸡骨还是有点难度啊, 但好在星瑞能帮我把时间追回来一起。 OK。 还不快啊, 我说你这小腾腾眼神不行, 垂脚好像也不灵了。 你这样怎么保护人小妹啊? 刚才啊, 主要想的是安全, 所以有点走神了。 什么呀, 你看啊, 我这车动力2.0T比你强吧, 而且开起来也特别稳。 最重要的是, 咱还有一个AEB主动刹车, 绝对能够保护小妹周全。 这回呢, 还是新瑞胜, 恭喜X普快, 就得到一枚刀子给你, 恭喜你。 哎, 东哥, 下班你给我多努力啊。 比停车他肯定想不到我, 这车都不需要自己停, 直接遥控驳车, 看, 已经搜到车位了, 遥控驳车, 下车。 你这什么情况, 你这个BOG啊, 这是耍赖啊, 你这小腾腾啊, 太O-School了, 停车还得自己动手, 你看我这兴瑞, 遥控驳车, 哎, 就你这样, 怎么保护小妹周全, 救命啊, 小妹快, 小妹有危险, 我现在要去救你, 谢谢你, 是这个普派, 应该的, 哎, 小妹, 我来晚了, 这回呢, 还是恭喜, 是普派, 恭喜你获得, 门子令牌一枚, 现在小妹的安全就交给你, 那走吧小妹, 上了我这个车啊, 你就放心吧, 极力兴锐, 中国星旗舰家轿, 2.0T动力强劲, 驾驶感都是特别扎实, 还有丰富的科技配置, 护你周全, 全程啊, 舒适无忧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